《品牌》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品牌是什麼 品牌是什麼 翻筆記 我用問的好了 品牌是你決定的還是別人決定的 品牌應該是別人決定的 品牌為什麼是別人決定 因為別人有需要 所以才會有品牌的設備 好 如果 您是讀什麼 我讀氣管 氣管 那如果你跑到一個公司去 說我的氣管的能力很棒 你覺得那個公司會相信你嗎 不會 它什麼情況底下才會相信你 要有成績的時候才會相信 譬如說你把他的公司 從快要倒閉變成 變成 非常賺錢 是 那你覺得那個時候 你還需要說我很好嗎 不用 所以品牌是 你自己說的還是 它所看見的你 是它看見的我 那個時候 如果你把他一個快要倒閉的公司 變成一個大賺錢 他內心中的你是什麼 是一個優良品牌 是一個 他可能不會說優良品牌 他會說 他會跟他的朋友說 那個人很厲害 對不對 很厲害就是一個品牌 OK 品牌是什麼 就是 溝通 和信賴 就是說 溝通跟信賴 對 就是說 今天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那是品牌 還是因為 大家 相信他 就是 一種 對於那個產品 或是什麼東西的 一個信賴感 他覺得這是好 他相信這是 好的 所以是 信賴 還有就是 一個 溝通 就是 讓人家明白 對 好 我們 我問過你 不再問 我問你 如果剛剛前面的那位同學 他說 他說 他把一個公司 快要倒閉 結果他一弄 弄得出來 結果 大賺錢 所以那個公司的人都覺得他很型 對不對 所以 從他的公司的人的角度來看 他很有品牌 對不對 就是他很型 這就是他的品牌 他就會變成叫做很型先生 很型先生就是一個品牌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品牌可能是一種認同 就是他對你的肯定 對你的肯定 OK 如果你把它弄成倒閉的話 可能也是 也是一種品牌 也是一種品牌 對 那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什麼 倒閉先生 所以品牌可以是 你講的一點都沒錯 他可以是一個倒閉先生 他可以是一個很厲害先生 厲害先生跟倒閉先生 兩個都是品牌 只是一種品牌有人一直來追 另外一種品牌大家都一直逃 對不對 好 那剛剛這位同學講到的信任 假設有一天 他在 大家說你很厲害 再給他一個倒閉的公司去經營 結果他這一次把他搞倒了 大家講說他手氣不好 再給他一個 他又搞倒 他連搞倒三個 他的厲害先生還在不在 應該不在 那為什麼原來在 後來變成不在 可能因為一個 比較累積的印象 就是 世術的關係 可是我覺得如果有 就是人會對某種 就是执行方式或操作方式的區分的話 可能他會比較在行某些事 然後比較不在行另外一些事 你還滿厲害的嘛 你學什麼 建築 建築 幾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OK 是剛剛這位同學說的 就是說他如果連續 他一次成功 結果連續三次都失敗了 大家的心裡的信任就不見了 那個信任不見了 他的品牌就跟著消失了 所以品牌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見過你 你幾年級 三十幾 建築嗎 對 OK 那你在這個學建築的時候 你在班上的品牌是什麼 比如說愛睡覺 我沒有說你愛睡 我說愛睡覺還是愛講話 還是成績好還是什麼 很難其口嗎 很難其口 你跟他同學嗎 對 他的品牌是什麼 游泳很厲害 游泳很厲害 他學建築學到游泳很厲害 對 那他建築力不厲害 也不錯啊 也不錯 但是你把游泳排在他前面 所以他是游泳第一建築第二 對 是這樣 你是這樣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 所以你建構的品牌是一個 很健康很會游泳的建築師嗎 是這樣 我想應該沒有很健康 沒有很健康 不太健康很會游泳的建築師 就這樣 對 那這個品牌你喜不喜歡 不是很喜歡 那你希望把 假設是這個品牌 我們現在在練習啦 假設是這個品牌 你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就像你一開始說的 就是又健康又很會游泳 設計還OK這樣 又健康又很會游泳 設計還OK的建築師 對 那這樣人家會找你去拍戲 不會找你做設計 OK 我剛剛在跟各位跟這位同學在談的時候 其實我在談一個叫做品牌定位 就是你怎麼看這個人 其實是用很簡短的幾句話 就把它定位下來了 所以品牌定位是很關鍵的 假設啦 假設我們這位同學真的被我們定位成為 很健康 很會游泳 很會游泳 設計還OK的建築師 那你想想看 那個 他的這個定位 以後如果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人家要找設計的人 大家會不會把它排在第一個 不會了 他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它改過來說 不是不是我不是才OK而已 我是很不錯 那個很不錯 跟OK就很難改過去喔 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企業裡面 當他被定位成為說 來我借用一下你這瓶水 說這一瓶水還OK 跟這 來你那一瓶借我 說這一瓶水實在很棒 從很OK變成很棒 通常都牽涉到好幾億的品牌定位的改善 所以這個定位這件事情就不能夠掉以輕心 謝謝 好 請問你念什麼 氣管 氣管 那你的品牌是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如果開店在賣這一瓶水 人家問你說 欸老闆這瓶水怎麼樣 你說我也不知道 不會嘛對不對 水嘛 他就是水嘛 那那個人還敢跟你買嗎 水溝水還是什麼水 比較清澈可以用 就是說 保證衛生一定可以用的 而且 還不止 還要喝起來有點可口 對 沒燙燙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水你都要這麼用力的講他 你不能講你自己叫做我不知道啊 看別人怎麼看我吧 對啊對啊 那你希望別人怎麼看你 呃 很用功 還是你知道不太可能 沒有 好像大概就這樣子講 就是這樣講 大家都會這樣講 很用功 旁邊有他的同學嗎 你是嗎 不是 你很用功 然後 學問很厲害 這個我不敢保證 不敢保證 但是 呃 老師教的氣管的能力都 很貫通 應該吧 應該 所以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公司 我跟你講說 欸 這個公司給你負責一下 你會說好還是會說 好 好 那你平哪一點 總要一試啊 總要一試 那把我搞倒怎麼辦 至少有經驗 下一個應該就不會失敗 至少有經驗 下一個就不會失敗 那我怎麼敢給你下一個 不會失敗的第一個 進一日子最大很努力去做 因為沒有能不能保證未來 好 OK 假設 你開始到一個地方去上班 那個人當然不會把一個公司交給你 因為不會把一個東西交給一個大學剛畢業 可是他有可能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交給你去完成 那叫做一個任務嘛 對不對 那那個任務你要去完成的時候 你可能不只是講說 我會很盡力 其實你應該要講的事情是 品牌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品牌裡面有兩個標準 一個叫理性 一個叫感性 理性的部分是講說 為了要達到這個任務 他需要什麼條件 比如說他叫你說準時完成這個工作 那你為了準時完成 你需要有一些能力 你才能去做得到嘛 比如說你叫人要叫得動啊 叫人 叫人啊 你如果說那件工作需要 假設說那個任務叫做說 把所有這些椅子拆下來搬到外面 那你一個人怎麼拆啊 你一定要有人願意幫你嘛 那些人一定要願意聽你嘛 那些人如果每天躺在地上那你怎麼辦 對啊 是不是這樣 OK 所以品牌 你認識品牌嗎 不知道 你認為你的品牌是什麼 沒有想過耶 那從我們剛剛這樣一路講上來 你品牌就是別人在旁邊講你的說 人如果我不認識你 我問一下 假設他是你的同學 我問他講說他怎麼樣 他跟我講你的時候 就是你的品牌啦 懂不懂我一次 幾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你的願望是希望 人家怎麼說你在專業上面 可以被信任吧 至少房子不會倒了 可以被信任的建築師 這個不錯喔 可以被信任的建築師是 是已經很高等的評價 品牌的評價上面是 我信任這個品牌 那就是很厲害了 比如說 你會不會覺得 哪一瓶可口可樂起來 你懷疑它裡面有蟑螂 不是啊 你會不會這樣想 不會 就是因為你信任它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從來沒有見過的 一個怪怪牌子 你都懷疑它可能不知道 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零路裡面不知道有沒有蟑螂 有蟑螂 有蟑螂 對 所以信任是很重要 品牌是很重要 你要回答嗎 我回答哪一個問題 你自己講 對品牌 對品牌 我認為品牌是 代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 理念或者是態度 不對 品牌是代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理念或態度 不對 品牌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看你的想法 它對你的印象就是你的品牌 嗯 就是那個 他們看我的那個 他們對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 對 那我認為這就是 代表我的 理念或態度 會就是決定我希望別人怎麼看我 對 你希望別人怎麼看你 跟別人真的怎麼看你是兩件事嗎 對 所以 當你要講到品牌的時候 比如說剛剛最前面有一位同學說 他是很棒的 這個 這個建築師跟他是很差的建築師 這兩個都是品牌 但是 你當然不會希望別人認為你很差嘛 所以你當然希望別人認為你很棒 但是 你希望別人認為你很棒 你還要做到很棒別人才會說你很棒 所以品牌是你做出來的結果 而不是你想的結果 嗯 懂嗎 好 好 我們再進行一點點時間以後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剛剛我們跟 跟好幾位這邊的同學 很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走到那邊去 所以我先在這邊 好 好 品牌我希望 品牌我希望原來上學期已經學過的同學 再複習一下 那麼一直還不了解的同學 也趁今天掌握一下他的基本的概念 品牌 品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 在別人的眼睛裡面的評價 所以品牌牵涉到兩件事 一個就是我做了什麼 第二個就是別人做的結果讓別人給了我什麼評價 所以品牌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 而不是自己說的自己 你的願望 你說我希望我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設計家 我希望我是一個了不起的經營者 那沒有用 那不是叫品牌 那就是你的希望 那品牌就是說 我做的很好或者是不好 結果在別人的眼裡講說 姚先生的書教的還不錯 或是姚先生的書教的不好 那姚先生的客教的不好 這就變成我的品牌 姚先生的客教的還可以 也是我的品牌 所以是在你們眼中的我才是我的品牌 我自己怎麼說都沒有用 所以品牌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人說 我們要建構一個什麼品牌 那個是你的希望 你要建構那樣的品牌 你必須要去做出一些事情 讓別人說你是那樣 那才會叫做品牌 好 有一個這個網站 建議你們可以去看 但是你們去看的時候 因為那裡頭幾乎中文非常非常少 所以但是有很多很不錯的東西 像是這個就是它叫做 the brand gap 就是how to bridge the distance between business strategy and design 就是說我們在做生意的策略跟設計 要怎麼樣子把它連結合起來才會去 有辦法做出好的成績去建構一個品牌 通常就是生意上想做的事情跟設計的結果是分開的 那那個距離如果沒有拉起來 你永遠不會變成是一個好的品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幾分鐘就看一下這個 那也特別藉這個機會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叫做slideshare這個網站 slideshare這個網站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他們或者是很好的作者 他們把他們的作品就放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也是一種公益的行為 所以他們它也可以你看可以在facebook上面分享 可以在twitter上面分享 wordpress這個blogger 那你也可以把它收藏在你的delicious裡面 所以這些都可以是這個分享的 我們來看前面的幾頁 那麼就可以了解到底品牌是什麼 這個人我們要謝謝他叫做Marty Neumeier 上個學期我們曾經介紹過他短短的 就是這位 這位我為什麼特別拿他的presentation呢 因為他原來是一個設計家 那這位設計家現在有沒有在做設計呢 沒有在做設計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做企業的品牌顧問 因為他很懂設計 但是他又很懂品牌 所以他幫企業去把這個企業想做的事情 跟設計要怎麼把它結合在一起 以便建構成為一個好的品牌 這件事情呢 他去做品牌顧問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他 那我們先說 他告訴我們品牌有哪一些是 大家一般來說是錯誤的 那各位同學就是順著我在翻譯的這個情形 你也把它記下來 第一個 品牌不是一個logo 意思就是說品牌不是一個標示 這個是一個Nike的標示 如果我們說 看到一個Nike的logo說 這個logo本身是一個品牌 就這個標誌本身是一個品牌 它不是 品牌不是因為這個標示而存在 這個標示的後面的公司做出哪一些產品 讓人家很喜歡 所以這個標示才產生意義 如果這個標示的後面的這個公司做出的一些行為 大家不喜歡 大家對他的這個品牌就不再信任 舉例來說 如果你穿的鞋子是Nike 你覺得說我Nike實在很好 哪一天如果你發現說 他做的鞋子都是找六歲的小孩在做的 你還想不想穿 你一定不想穿 所以他的鞋子也許是一樣好 可是那個基本的 他做的行為你已經不喜歡了 所以他就失去了這個品牌的價值了 所以品牌就是他做的這個產品或者是服務 再加上他公司的行為整個給你的印象 所以這個叫做品牌 第二個 一個品牌不是他的一個 除了logo以外的一些公司 公司的一些對於招牌的規定 什麼顏色啊什麼 他不是這個 品牌更不是一個產品 意思就是說 如果可口可樂這一罐可樂很好喝 讓你對於可口可樂這個牌子產生信任 所以你就對那個可口可樂的牌子產生信任 而不是對這一罐汽水本身產生信任 所以那個部分你要抓得清楚 就是說品牌並不是一個產品 它是這個產品給你的感覺 叫做品牌 這個產品本身是產品 產品就是一個碳酸飲料嘛 但是你喝下去以後 你覺得哇這個喝起來帥好喝 那個帥好喝就變成他的品牌 因為他在你的腦袋裡面給他的定位 就是帥跟好喝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記得上學期你談的 那位同學談得很好 所以這個是一塊肥皂 當你看到肥皂的時候 你看到這一塊肥皂所想到的事情 比如說它洗起來很乾淨 它洗起來讓我覺得很滑 這些就是它給你的印象 所以滑跟乾淨就變成它的品牌 所以什麼叫做一個品牌 品牌呢簡單的說 不是你說你是什麼 而是別人說你是什麼 所以我想最主要是這幾張 要跟各位分享 其他如果各位有興趣 他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對於品牌的分析 比如說這一張可口可樂 如果你去分析它的這個 這裡面沒有包括它的品牌價值的時候 它值500億美金 可是連品牌價值的時候 它值1200億美金 所以它加上去700億美金 是一個空的 那這個空的不是表示它沒有價值 而是大家的心裡賦予它的價值 事實上是值700億美金 你把它的工廠設備什麼東西加來加去 就是500億美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品牌價值是非常重要 我們用這一張來看 大概就知道是這個意思 其他的東西都各位再自己去慢慢看 這裡面有很多好的東西 再跟各位講一下 slice share 你在search這裡面 找the brain gap 你在search這個地方找到the brain gap 裡頭大概有四份的這個簡報 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的這個研究 我們回過頭來講我們的課程 那麼剛剛我們從這個報告裡頭呢 我們大概知道品牌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來看 有這位先生satz Golding 在他的部落格裡面 各位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他的部落格 他曾經談到品牌的公式 他說什麼叫做品牌 satz Golding這個人 如果各位上學期上過課的人 大概聽過我介紹過他的一本書 叫做紫牛 the purple cow 紫色的牛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一天在公路上走 看到很多牛在旁邊 你不會覺得很稀奇 可是如果你突然發現 其中有一頭牛是紫色的 你會趕快拍旁邊的人講說 你看你看那是紫色的牛 所以紫色的牛才會引起你的注意 其他的牛都叫做正常的牛 懂不懂我意思 如果你跟假設我們現在在做的各位同學 我們做的這個地方叫做一個社會 你在社會上面 我一定要注意到你 是因為你有突出的事情 通常那個突出都是因為你有很突出的特質 那個特質也許是一個能力 也許是一個很喜歡幫助別人 也許是每一天都笑得很開心 不管是什麼 你總是會引起別人注意都是你有特質 不然你就是普通的牛 你會變成紫色的牛 是因為你笑得很開心啊 或者是你怎麼等等等等 那這一位 Seth Golding先生呢 他的 你看看他是不是很會做品牌 他把他的光頭 本來是缺點變成優點 他的部落格就是放這個 然後他在上面寫說 Please click my head 就是請在我的光頭上打一下 你把它click下去以後 他上面就出來他的 比如說他要賣你的書 他的什麼演講哪一天等等等等 他說什麼是品牌呢 他說品牌就是 你去預測你會得到什麼 跟你想得到那件事情的情感有多深 我來舉個例子 這個很抽象所以不容易理解 第一如果你說這一家的咖啡看起來很好喝 同時你也很愛喝咖啡 這兩件事情喝起來它才會變成品牌 對不對 請問你喜不喜歡喝咖啡 不喜歡 所以如果你經過一家咖啡店很香 你會不會說這家咖啡店很香 應該會 因為那個是你聞到的 可是因為你不喜歡喝咖啡 所以這一家咖啡店對你來講是不是領愛 不算是 不算是 很好 為什麼不算是 因為只是它只停留在前面那個 Expect 然後沒有直接連到後面那個我愛喝咖啡或不愛 所以它對你沒有意義的意思 簡單講就是沒有意義 你不會給他一個評價說這一家咖啡看起來很好 而且進去喝以後非常好 服務又很好 所以 你趕快告訴你隔壁的同學說走走走我們一定再去 那個時候就是變成品牌 懂嗎 好 那再來我們問下一位同學 這一家咖啡看起來很好 可是 這個是我很愛喝咖啡 你剛剛是這個 可是如果 你愛喝咖啡嗎 不愛 沒有人愛喝咖啡 你愛喝咖啡嗎 聽起來很勉強 有誰愛喝咖啡 你愛嗎 好 那你就是這種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經過學校的旁邊 看到一家咖啡店看起來很好 你也很愛喝咖啡 你進去喝也覺得 真的他的咖啡喝起來不錯 他就會開始變成你的品牌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 你就是屬於這一類 可是還有一種情況 你走過一家店 你說這到底是什麼店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沒有碰過這種店 有 舉例 舉例喔 比如說郵局看起來不像郵局有沒有 應該沒有啦 他都寫 有沒有鞋店看起來像黑店 有那我就是 很奇怪 就是那種色情行業 然後看起來像小吃店 可是不會啊 那個時候你沒有誤會他這是什麼店 他沒有給你問號 你只會講說 啊這家小吃店 結果你一進去才發現說糟糕 是這樣子 那個不是我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看起來你在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賣什麼 對啊搞不清楚啊 喔你是搞不清楚 然後是人家這樣才知道啊 可是你不是說他看起來像小吃店嗎 就看起來就不知道什麼店啊 喔不知道是什麼店 所以如果不知道是什麼店的時候 這個就確實 那但是 那你為什麼知道他是色情 別人講的 別人講的 但可是他跟你無關對不對 所以他對你就不是品牌 可是如果有一個同學很色情 他就會跟他有關了對不對 那就是變成他的品牌 懂嗎 好那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開始比較清楚品牌是什麼 你有沒有懂的品牌是什麼 稍微有 稍微有 好那你代表我 跟大家講一次品牌是什麼 很簡單講就好 就是我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然後會去了解這家店 然後我對他有產生觀念 我就知道這個品牌是什麼 但是 假設你不看這一頁 你把剛剛說品牌是代表 誰眼中的什麼 好 那你還沒聽懂 我再講一次 因為我們今天的課 如果沒有懂的話 我們後面講的會很吃力 品牌呢 就是代表 我眼中的你 不是你說你是誰 你說我叫某某某 我的英文很厲害 那不是 我假設你這樣說啦 假設你這樣說 結果呢 我跟你交談兩三句英文以後 我發現實在是沒怎樣 所以 你說你很厲害 我的心裡覺得你沒怎樣 那你的品牌在我的心中 叫做沒怎樣 懂嗎 好 但是品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假設 我們就講說 假設你好了 我借用你 好不好 假設 他說他很帥 然後你覺得 他不太帥 然後 那個品牌 在你的眼中 是他實在不太帥 可是呢 如果隔壁這位同學 覺得他很帥 那就變成說 你的心中 他的品牌 帥不帥的這個品牌 他是很帥的 所以他就有兩種品牌 在你這種客戶的眼光裡面 他叫做很帥 在你的眼光裡面 他叫做不帥 懂嗎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東西 可以賣給你 可是賣給你你不要 這樣有沒有了解 品牌是別人眼中對你的評價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的東西 比如說我要借用一下你這個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拿去賣 結果 你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你覺得這個東西不好 那我要賣給你 很容易賣掉 我要賣給你 送你你都不要 那就變成 這個東西在你的眼中 有品牌 這個東西在你的眼中是 沒有品牌 這樣了解 同一個東西 對著不同的人 它產生不同的結果 這就是品牌的意義 品牌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品牌是沒有辦法用數字 比如說這裡面如果裝的叫做 水 H2O 我們可以用水的物理的方法 跟化學的方法去分析說 這個水是不是純水 那那個部分跟品牌無關 那個叫做品質 懂嗎 懂不懂 好那你講給我零 什麼叫做品質 什麼叫做品質 品質 品質 我剛剛講什麼叫品質 水啊 對啊 水怎麼叫做品質 它是好水 就是品質要好 對對對 可是 你怎麼知道它是好水 你用什麼方法知道它是不是好水 嗯 喝啊 你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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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品質 是你要看它的規格說明 然後呢 你如果想要真正去確認它的品質 是你要拿去化驗 你那個是可以化驗的 可以有規格說明的叫做品質 可是品牌呢 同樣這一瓶東西 它說好喝你說難喝 這個就是感覺的問題 那個就不關品質 同一個品質 你說難喝 他說好喝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 品牌的問題 懂嗎 好那你講給我聽 講什麼 講品牌是什麼 品質是什麼 品牌就是 別人眼中的你 就是 如果別人認同你的話 那你這個品牌就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 你別人不認同你的話 那你說的再怎麼好的話 也是空彈這樣子 那品質的話就是 可以用 就是科學的方法去檢驗出來 有同一個規格這樣子 好 你的答案是100分 你叫什麼 周字 周啊 好 OK OK 接下來的講的是 介紹 什麼叫做 這個品牌的後半段 是一個品牌經營的比較 新的概念 這個新的概念 請大家記住這個字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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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個程度上來講 他更新了 這個 現代大家對於 行銷跟品牌的 做法 所以我一定要 介紹給大家 這位作者叫做 Seth Goulding 那麼 Tet 稱他為 Marketer 跟作家 就是 行銷者跟作家 剛剛 您看到他的部落格的時候 您大概就可以感受到 他很會行銷 因為 他的特質是 他沒有頭髮 那麼很多人覺得 沒有頭髮不好意思 他覺得沒有頭髮很好 所以他的網站 甚至連他的鼻子 嘴巴都不要了 他就割掉這裡 露出頭髮 露出他的頭 變成他的標誌 他出了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叫做Tripes 這個Tripes裡面有一個副標題 這個副標題請大家注意看 而且這個封面的設計也請大家注意看 有很多很多的人 圍著一個人 圍著一個人做什麼呢 他說 We need you to lead us 我們需要你來領導我們 假設 假設 你今天要賣 一瓶 我再借用你這個 你要賣這個 那麼 那麼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 你說 欸 這個很好 很便宜 品質又好 賣你 你問我多少 我告訴你說 十塊 你說不行啦 別人才賣九塊 那我說 好 那就八塊半 什麼什麼這樣子弄 那個是我要強力的去推銷 可是假設 我這裡有一瓶這個水 剛好是 你很喜歡這種水 我還需不需要推銷給你 已經不需要了 那個時候 我只要怎麼做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只要學這個人 我只要學這個人 我站在台上 說我有這個水 要的人來 這樣就好了 而且我還可以說一件事 請你排隊 當我說請你排隊的時候 就更多人排隊 對不對 這個就是部落的經營 部落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這是一個新的品牌經營的方式 所以 不是要拜託你買 而是請你排隊 我拿這兩張圖 要介紹什麼呢 要介紹給各位一個部落格 這個部落格的人呢 住在紐約 叫做Catty Yen 他的部落格叫做 A Beautiful Mass 他寫的都是中文 所以我們可以過去看看 這位 部落格的作者呢 他寫到 他去 因為這個Sax Golding 要賣這一本書 所以 我簡單把故事講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 10月22號的時候 他去了Sax Golding的新書發表會 這個是去年 那 去新書發表會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新書發表會 是不是講說 新書發表會 歡迎大家來 那來的時候 有送什麼禮物啊 什麼抽獎啊 什麼 這個 前五名 坐下來的人啊 送禮書啊 他為什麼說 10月22號的時候 我去了Sax Golding先生的 新書發表會 瓜糊 實在找不到 比這個更恰當的詞了 雖然 這不是記者會 你知道他怎麼做的嗎 這位先生 要賣他的新書 他的做法是說 有三個方法 我在紐 那個 不是紐約時報 是時代雜誌大樓 發表這本新書 大家可以來 坐下來聽我 對這本新書的介紹 這本新書呢 你要找到位子做 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 你買250塊美金的門票 聽我介紹新書 請你買250塊錢美金的門票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請你買三本書 那就給你一個位子 第二種 第三種 就是不要錢 但是請你 10月22號的早上7點鐘 到時代雜誌大樓前面 我們在那裡發號碼 就是在那裡發號碼 然後你拿到號碼以後 8點鐘請你進場 有人賣書是這樣賣的嗎 他告訴你說 不是說 你來參加我新書發表會 我要送你書 不是喔 他說你交250塊美金 可以來聽我演講 不然就是你買三本書 你也可以有位子坐下 如果你什麼錢都不想花 那你就7點鐘來排隊 這位就是7點鐘去排隊 他講了他的故事 有興趣的人去看 那當然他講說誰是Sayscoding 他順便把他這裡做了一個連結 他的網站還不錯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紐約的 關於文化上面 跟生活型態上面的觀察 我不認識這個人 不過我一直 我覺得他的部落格寫得很好 他在這裡面有一句話說 如果只有兩年可以揮霍 那就留給紐約吧 意思就是他實在是太喜歡紐約了 他準備在那裡留兩年吧 那我主要不是要介紹他的部落格 而是說我看到這個部落格在寫Sayscoding的 這一本新書的新書發表會 居然是用這個辦法 那麼這個辦法 事實上就是反過來的 剛剛有一位同學您貴姓 郭 郭同學在問我說 那要創新的時候要不要先想出來 Business Model 我聽到大概 大概知道您學氣管 還是學什麼 國貿 大概是 因為標準的 企業會要求的做法 我常常 我昨天在友達光店 跟他們的工程師演講 幾天前在另外的一些 一家大企業 我跟他們演講 我問一個問題說 你們有沒有人敢在公司的開會的時候 說我沒有數據判斷 我靠我的直覺 我認為是這樣 不一樣 絕對沒有人敢 因為你在公司裡面開會 你這樣做 你就準備被開除 表示你想混 混得這麼勇敢 這樣子不行 但是事實上 有的時候 像剛剛郭同學您剛剛問我說 要不要先設計Business Model 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剛剛給郭同學的回答 我也跟各位回答 因為他問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Google 這樣子的一個 Google大家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很賺錢的公司之一 他在開始的時候 如果他跑去跟他想要投資他的人說 我準備做一種生意 那個生意就是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免費送給人家 但是我準備賺很多錢 大家一定跟他說 你去笑 有可能嗎 可是Google現在是不是靠這樣在賺錢 你用的Gmail 你有花錢去買嗎 沒有 你的搜尋引擎 你有花錢去買嗎 沒有 那你所有用Google的Karen的 你用Google Documents 你用什麼東西都不要錢 可是他一直在賺錢 他只有賺一種錢 那個錢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全世界有這麼多人在用它 所以呢 大家都講說 那像是一個廟口 好多人在那裡辦廟會 所以我要到前面去擺香腸攤子 給人家打香腸 差不多就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我辦一個廟會 很多人來我家辦party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門口擺香腸攤 就是這個意思 賣冰淇淋 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business model 在他沒有做出來以前是沒有人相信的 我看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但是他覺得好像可以這樣 他就做了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Seth Golding 他在賣書的時候 他為什麼倒過來做 他為什麼不說 我為了要賣書求你們大家來 所以我要送書 我要幹什麼 我要幹什麼 他沒有 他講說我要賣書 但是呢 要嘛你買三本 要嘛你就花250塊美金 要嘛你就七點鐘來排隊 反正各種情況我都設想過了 但是我跟平常不一樣 這個方法其實就是一個部落的方法 什麼意思叫做部落的方法 部落的方法的意思就是說 品牌就是排隊等他 如果你有品牌 他就會排隊 如果你有沒有品牌 你就只好去他門口排隊 說你要不要買 是這個意思 無論他是一個人還是產品還是服務 品牌就是你願意排隊等他 這就是品牌啦 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看過iPhone在剛剛開始發表的時候 是大家都在紐約的那個蘋果的那個店 前面這樣徹夜這樣排隊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 我們有很多的這種演唱會 前面是好多好多的人在要去排隊等買演唱會的票 那個就是因為有品牌 還有它比較貴也沒有關係 品牌就是它可以貴 剛剛我跟郭同學解釋說 品質你拿一個LV包 它的那個塑膠皮跟另外一個比較便宜的牌子的塑膠皮 如果你把它拿去化驗 可能是一模一樣 可是為什麼你有一個 你花那麼多的錢 多出來那麼多的錢去買它呢 那個已經跟品質無關 那個是你的腦袋裡面認為它值那麼多錢 你願意 所以那個你願意就是它比較貴也沒有關係 這一點你一定要懂 因為你不懂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品牌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品牌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品牌跟設計之間的關係 你就會一直覺得設計 是永遠要把所有最貴的材料都丟進去 像我們現在台灣蓋所謂的豪宅 石頭又丟 浴缸要怎樣 要怎樣 全部都是用錢來堆 那個其實不是在設計品牌 那個叫做在堆錢 那個跟品牌沒有關係 真正會做品牌的人 是想辦法創造出一個大家願意排隊等他的品牌 同時他可以賣的比較貴也沒有關係 這個概念才叫做品牌 剛剛有一位藝術系的同學來問說 那那個品牌我說有理性跟感性 那麼品質當然是一定是理性 可是品牌聽起來都是感性 為什麼有理性呢 我們就用這一張來看 這一張它下面叫做不敬 我不尊敬你 這個叫做尊敬你 這個叫做不愛你 這個叫做深愛你 品牌有兩條線 一條是這一條 從不尊敬你到非常尊敬你 它還有一條線 這一條是理性的線 這一條是感性的線 它從不愛你到深愛你 這裡有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代表的是什麼呢 代表你有沒有進場去比賽的資格 剛剛在下課中間跟郭同學聊了一下 我跟他說 任何一個新的產品 它都是在這個位置 它在圈圈的外面 根本還沒有資格進去比賽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它 所以也就沒有不敬跟不愛的問題 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你 我如果不認識你 我就沒有什麼很愛你 或者是不愛你 或者是很佩服你 或不佩服你的問題 我不認識你 所以當你還在圈圈的外面的時候 任何一個新東西都是在這裡 那麼這個新東西開始進場去的時候 也有可能一進場就掉到這裡 大家不敬它不愛它 不敬它不愛它的時候怎麼辦呢 它根本賣不出去 對不對 假設有一個東西 像我剛剛如果要賣你那個水 你講說這個又不好喝 看起來又難看 然後喝起來又不好喝 然後賣的價錢又不是便宜到 我隨便出錢都可以 所以你不好喝這件事情 是不愛它 你如果說那我分析一下 你的這個裡頭的東西也沒有幾樣 不是品質喔 我現在不在講品質喔 比如說你說我這是一個果汁 那你裡面的果汁又沒有什麼真正的果汁 全是化學原料 那個東西呢就是說你不值得佩服 沒有不是原汁 不是果汁的原汁 而是都是化學原料調的 所以我不respect你 我不佩服你 而且你又不好喝 我也不愛你 所以它就會掉到這裡去 掉到這裡去的產品 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所有的產品 當它一進場的時候 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往這裡走 因為要讓人家愛你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大家都先說 啊我不是化學原料的果汁 我是這個天然果汁 我是鮮奶 然後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佩服說 喔我是鮮奶 不是奶粉泡的 我是天然果汁 不是化學藥品 攪出來的果汁味的水 糖水 所以這個就是希望從這裡 衝到這裡去 但是如果真正在這裡面 它就會發生一個什麼事情呢 因為你要把自己變成用天然果汁 而不是化學也沒那麼難 所以大家就 大家都一起可以跑到這裡 除非你實在是沒有本錢 或者是實在是很混 所以就一直留在這裡 不然的話你只要把這個 你讓人家佩服的地方 拉到這裡是比較容易 但是要跨過這一條線 讓大家從不愛你到 變成非常愛你這一條線就比較難 所以真正的競爭線是感性的這一條 不是理性的這一條 我講的是品牌 不是講品質 所以品牌的理性的那一條線 是比較容易往上走 品牌的感性的那一條線 比較不容易往右走 所以真正最難的是 能夠把自己的產品或服務 從這種位置帶到這種位置 然後往這個地方去 往這個地方去 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因為大家又尊敬你 又深愛你 在理性上面佩服你 在感性上面捨不得不用你 那這個就是好產品的一個品牌的定位 講到這裡有沒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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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過頭來看一下 過去 這個裡面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你還蠻懂的 我要找我的麥克風 就 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說 從你上去的角度來看 這好像一個 我會用一個PCG的一個發動來 來看這個 那就是說 一個新型的企業 在進入一個市場的時候 就是 假設說 我們成本結構來討論 從整個作業流程來討論 它很容易可以做到 從不進做到尊敬 但是如果說你要從整個 從製造面再跨到 可能有感性的就是說 像建立品牌 那他可能 就要做 跟顧客主要做一些溝通 或者 然後跟顧客或是小偉產 才會連結 他才會跨到 是他這個地方 很好很好 你把書都讀得很好 但是我要問實際的問題 你跟顧客怎麼溝通 才會產生連結 你講的是都對的喔 溝通以後產生連結 他才會愛你嘛 對不對 你怎麼溝通 才能產生連結 那像那個 我舉個例子說 像當初那個 麥道朗的那個 創感者 他就是 因為 他就 他一開始是從那個 兩個就是 好像是他的朋友 然後他跟他共謀去經營 他之後他分 他去分析整個全美的 那個家庭的 那個 那個消費行為模式之後 他認為說 欸美國的 美國的家裡 希望說有一個地方 能夠讓他們 能夠 能夠很快樂的群用餐 那他考慮到這個 這個 這個趨勢之後 那他就把 他的整個 素食 單純的一個素食的 一個 一個 從他整個 食品的作業流 他就把他帶到一個 就是 能夠創造一個 顧客 一個體驗的地方 像星巴克 他一次 屬於類似的一個 這樣的模式 就是您剛剛講的 兩個都是說 我創造一個環境 讓你愛來 所以 因為你愛來 所以 你不只是覺得 我的咖啡好喝 而且你覺得 我的地方 很 很讓你喜歡 對不對 所以那個 他是用 意思就是說 星巴克 用他的地方 所創造的 感覺 讓你開始愛上他 那個是對的 包括 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 注意到 星巴克 你走過他前面 你永遠覺得 他咖啡為什麼那麼香 他把咖啡 冒出香味這件事情 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讓你愛上他的理由 然後 因為你愛上他 你進去喝以後 你又不覺得 那個咖啡喝起來 太難喝 所以 你就會開始 在這裡 維持在這個位置 在這裡 衝到很高 那這個時候是他 最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衝得太高 是成本很高的 這個地方 衝得很高的時候 不太需要成本 所以 讓人家愛你 沒有需要 那麼高的成本 讓人家 非常佩服你的時候 你需要 很高很高的成本 所以 這一段 大概要跑到這個位置 這一段 盡量地跑到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 品牌精靈的概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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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